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绝杀惊喜不已 然而NBA历史比阵还要离谱的绝杀数不胜数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忆一下 那些被历史铭记的五大神奇绝杀 No.5科比极限票一三 分绝杀热火 2010年联盟最好的两个二号位 当属科比和韦德 而两人每次的交手也都十分胶着 在一场常规赛的最后时刻 科比接队有前场传球 用一个近乎扭曲的姿势 在韦德的防守下 命中一记超高难度的打板绝杀 事后韦德表示 这也就是科比 如果换了别人 在他的地盘投中这种绝杀 他会气得砸烂更衣似的 No.4 韦德最后一五神奇三分 掀翻勇士韦德 也不是什么擅长 眼看着生涯 最后一个赛季了 还是用一记绝杀告诉大家 我的油箱还有油 在和勇士的比赛中 韦德最后时刻欲图绝杀 却被对手盖掉 没想到半空中球又落到韦德手中 于是他单脚迈出三分线 用一个可以算得上十分诡异的姿势 命中打板三分绝杀 而韦德也高举双手 似乎在告诉勇士的年轻人 你大爷终究是你大爷 No.3 大卫里超级空间 那天改命大卫里当年 在尼克斯也是全明星级的存在 而他的0.1秒神话 更是被球迷所铭记 2006年的一场常规赛 尼克斯和山猫大战两个加时 在第二个加时 最后0.1秒 双方依然战成109平 而就是靠着这0.1秒 大卫里接到队友的边线球 轻轻一点把球送入篮筐 创造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奇迹 No.2卡特双杀老东家嗨翻全场 当年卡特出走猛龙 闹得可是满城风雨 而转会篮网之后 多伦多人也恨他 恨到了骨子里 2008年 篮网客场挑战猛龙 卡特在第四节上演 44秒12分的好戏 并且在中场前0.8秒 命中超远3分半平比分 在加时赛最后2.1秒 篮网的前场球划破整个球馆上空 而卡特也高高跃起 用一记背扣 绝杀了老东家 No.1小詹黄 显神威横跨全场 送绝杀当年泰瑞克艾文斯 是被称为空位板詹姆斯的存在 而2010年的一例进球 足以让他荣耀一生 当时灰熊的梅傲 在中场前1.5秒命中中 投帮助回笑手握一分领先优势 此时国王已经没有暂停 看上去一切大局已定 然而艾文斯却没有放弃 接到队友传球之后直奔前场 在还没到中场的地方便强行出手 少象球尽 NBA历史距离最远的绝杀出现了 而这个荣誉不出意外 将永远属于泰瑞克艾文斯 喜欢就点赞订阅支持我吧 谢谢